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饶鹅是个孝顺的孩子 她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 因为家庭贫困 所以很多事她都学着做 时间久了 她成为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孩 把父亲照顾得无为不至 天有不测风云 饶鹅的父亲在打鱼的时候 不幸被淹死了 尸体也没找到 饶鹅知道了父亲的死讯 悲痛欲绝 痛哭而死 但是最后 父亲的尸首竟然扶了上来 你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 安安静静听故事 唐朝的时候 有个名叫饶鹅的女子 她非常的孝顺 因为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所以只有她和父亲相依为命 父亲很疼爱她 她也很懂事 饶鹅的父亲又当爹 又当娘很不容易 她既要下地干活 种粮食 又要洗衣做饭喂孩子 还要缝缝补补 邻居们很可怜 他们父女二人 就经常帮她家做做饭 缝缝衣服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时间长了 饶鹅的父亲也不好意思 总叫人家帮忙 所以 有时她顾不过来了 饶鹅就会挨饿 有时冬天了 饶鹅还穿着薄衣服 邻居们看到这种情况 就劝饶鹅的父亲 再娶个媳妇 好照应他们父女俩 可是 饶鹅的父亲 坚决不同意 她怕后母对饶鹅不好 于是 她就一直没再娶 饶鹅虽然年龄小 但由于吃过很多苦 所以她很善解人意 对父亲也很孝顺 她知道 父亲抚养她很不容易 所以 她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着做家务 早晨 她只要一听到鸡叫 就会起床 起床后 她就烧水 打扫院子 水烧开后 她会给父亲泡上茶叶 冬天时 她还要点上一堆火 把父亲的衣服 在火上烤一烤 都烤热了 她才叫父亲起床 白天 父亲去地里干活了 饶鹅在家里 就学着洗衣做饭 一天 她端着一大盆衣服 去河边洗 来到河边 她就把衣服 泡在了水里 由于这是她第一次 学着洗衣服 没有什么经验 她一下子 把全部的衣服 都放在了河里 有的衣服 被水浸湿了以后 就要沉底 饶鹅一看伸手去捞 可毕竟才六岁 胳膊不够长 力气也不够大 她很难扣得着 那快要沉到水底的衣服 她一着急 便扑通跳到了河里 可是她不知道 河有多深 结果就被水淹了 幸亏路人 把她救了上来 饶鹅在家里学做饭 也同样遇到了很多困难 她不知道 饭到什么时候熟 最开始的时候 她做的饭 有时候都不熟 每当这时候 她就把所有不熟的饭 自己吃掉 从不让父亲吃 但她很聪明 也很善于总结经验 所以很快就学会了做饭 慢慢的饶鹅长大了 她既漂亮又贤惠 对父亲的照顾 也特别的细致 她做的一切 都遵循父亲的习惯和爱好 给父亲做的衣服和鞋子 既舒服又好看 每年 她都早早地把父亲 一年四季需要穿的衣服 鞋子 袜子 袜子 帽子 全都准备好 她把各个季节的衣服 鞋帽都分类摆放在处理 以方便父亲换洗 饶鹅特别爱干净 她把家里收拾得很利索 衣被叠放得整整齐齐 桌椅擦得一尘不染 院子扫得干干净净 年龄大一点 她就想挣钱贴补家用 于是 她就开始学织布 因为她心灵手巧 很快她就学会了织布 并且 织的布特别漂亮 细腻光滑 她织的布 总能卖上很高的价钱 于是 家里的收入也增多了 父女俩过着快乐的日子 饶鹅的父亲喜欢捕鱼 有一天 她正在江里捕鱼 风浪大作 把船打翻了 饶鹅的父亲沉入了江里 溺水而死 连尸体也不见了 饶鹅知道了父亲被淹死的消息后 疯了似的哭着赶到江边 并且绝食三天 由于伤心过度 外加饥饿虚弱 她就哭死了 她死了不久 雷电交作 水虫都被淹死了 她父亲的尸首也浮了上来 乡里的人都觉得惊奇 便被了送葬的东西 在渤阳湖的北边 后葬了饶鹅和她的父亲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你们的心里有什么感想呢 饶鹅只是一个弱女子 从小就和父亲相依为命 她不仅不抱怨生活的困难 而是用自己的双手为父亲减轻辛苦 给父亲一个舒适的环境 她一心一意地为家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 她悲痛欲绝 以至于痛哭而死 她的孝心感动了上天 父亲的尸首扶了上岸 这对孝顺的饶鹅来说 也是一种宽慰了吧 但是 小朋友们 人死不能复生 只是一味的痛哭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要对适者寄托哀思 更重要的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以告慰亲人的在天之灵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